想要在治療上有所突破 临床研究是重要的一环 台北慈濟医院两年多前 成立生物资料库 搜集患者各项生物资料进行研究 朝个人化精准医疗努力 用已经搜集的这些检体 包括血液或者是一些癌症的 所谓的癌症的肿瘤检体 怎么样再进一步利用 因为它可能里面含有一些基因的讯息 生物资料库应该是 目前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研究的一个资料库 以血液生物资料为例 从中可以找出各项疾病的基因 进一步做到疾病的预防与早期发现 可以知道说 这个病人罹患癌症的比例 或者是说 他是不是已经有癌症的风险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生物标记 对于往后的一个临床的诊断 或者是预后的一个预测 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欧美国家生物资料库建立起步较早 但近年来台湾各单位不断努力 成果也备受肯定 医学其实事实上来讲 一直是长期以来台湾最强的一个部分 那IT产业不用说也是台湾最强的一部分 全民健保的状况 所以大家每一个人的资料 其实事实上是长期被记录的 在未来台湾在精准医疗的发展上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未来磁剂医疗也规划以素食为主题 进行各项生物资料研究分析 找出促进人类健康 预防疾病的好方法 大家新闻黄县郭佳旭台北新店报道 将来有一位此地址